看着金黄色阳光浮上云海 是许多人来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会做的事 最近涌入园区观看美景的游客多 却有人目睹好山好水被人乱到大量厨余 白色的饭加上各式菜渣 再仔细一看咖啡色的是排骨 这些都是游客吃剩的便当 竟然就随便被丢在服务站一旁的山坡 民众拍下惊人画面放上网引起关注 当地大同乡的族人看到后也说很心痛 拿出最近大量登山客抢杂营在加罗湖的例子 指出政府开放山林后 许多地方都遭受人为破坏 我们国家级的公园都是这种情况 那你说一般的山林 你说那些登山客一定都是乱丢 开放山林 比较难过是他没有任何的配套做事 就拿我们司机的加罗湖 其实就跟太平山这个情况是一样 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没有管制 只要登山都可以去 所以造成现在那边的环境 整个都污染掉 其实对山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独东领馆处接获消息后 一开始表明园区没有卖排骨口味的便当 不过在追查才发现是委外清洁人员所为 一派人赶紧把现场清理干净 后续也将开罚 这个清洁人员就便宜行事到那边做请到 那目前其实我们已经针对合约的部分来进行开罚 那另外就是因为它也严重的就是触犯到森林法 在这部分我们也会来做种罚 那其实太平山一直以来的厨域处理 有设置专门就是集中厨域的区域来做一个 就是把这个厨域往山下来送的一个作业 林管处表示按照森林法56支三条规定 将对违规者开罚1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还 之后还会加装监视器 不让人再随意破坏山林环境 原始新闻喜故感觉以来罗东大同采访报导